辅助线照辅助图形 已完成证明 正方形ABCD BH 平分角B 应该角DBC 平分角DBC 然后AH 又垂直BH 刚好是长这样 画个角DBC CG的角平分线 然后H刚好跟它垂直 那么CG就是两倍的EF 这两个看起来没关系的CG 就是两倍的EF 请大家想想看它的辅助线 一样这边要利用中位线 利用中位线 来证明这个性质 比较特别的题目 好,我们公布它的辅助线 啊 这边有终点啊,就是E啊 因为AE等于EC 所以我们取CG的终点 N 取CG终点N 然后再连EN 这样连过来 CG终点N 再连EN 就可以证出来了 一条辅助线,而且这条辅助线是条中位线 那请大家想想看它的证明过程 怎么证明CG会是两倍的EF呢 好,我们公布证明过程咯 我们看看 啊 取GC的终点N 然后连EN 这样 啊 那E是终点,N是终点 EN就是中位线 这边制造了三角形CEN CEN本来没有在图形上,制造它有形CEN 然后E是终点,N是终点 所以EN平行AG 啊 那CN等于NG嘛 平行线结等长 CE等于EA CEN就等于NG 好 那它也形成了三角形BEN 那BEN是等腰三角形,为什么?因为我们看这个 BFG BH 显然是它的中垂线 脚平线又垂线又垂直FG 是它的中垂线 就这两个全等啊 所以呢 BF等于BG BFG是全等三角形 是等腰三角形 哦 那EN跟它平行 所以BEN也是个等腰三角形 啊 BEN也是个等腰三角形 那BF等于FG 扣掉呢 F1就等于GN F1是等于GN 啊 那CN又等于NG啊 E比1啊 所以GC呢 是两倍的GN 也就是两倍的EF了 哦就是这样正的 因为这BFG是个等腰嘛 所以它这边也是个等腰 哦 然后E比1 这个又等于它 所以GC 就它的两倍 哦 这就是利用中位线 来制造辅助三角形 CEN BEN 啊 就可以经过推理了 得到它的性质 好谢谢各位